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佛教论坛 今年的第六届大会正式迎来了尾声 而这一次的选举呢 在浙江宁波雪豆山举办 就有弥勒道场的称号 知名的人间弥勒青铜像 在过往呢 还有一段汉星云大师的提笔姻缘 也让这一场世界佛教论坛 举办对许多的佛工人来说 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透过大会影片记录出精彩回顾时刻 三年举办一次的 今年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17号傍晚在雪豆山米勒斯万善堂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演绝大和尚 以及大陆国家宗教室事务局 以及宁波市官方代表出席 现场也由宗信大和尚 担任闭幕式主持进行仪式 高度评价世界佛教文化价值 和世界佛教论坛成果 在两天时间里 来自三大语系的佛教界朋友 再一次全面展示 佛教对世界性宗教的 深水影响与文化魅力 这次论坛凝聚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广泛共识 各位嘉宾秉持众生 同体共生 人类修器相关 全球命运日共的理念 深入探讨发展 安全文明的时代命迹 除实践世界和平为共同的大愿心 也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愿景 国际佛王会世界总会 署理会长慈隆法师 就表示 论坛各起一个学习心智的所在 集合过地方 他们对专门研究佛法的部门 能够在短时间把它表达出来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学到 就是非常好 一个人没有办法有那么广阔的学问 但是多听多学多发挥 这个是非常重要 每三年举办一次的世界佛教论坛 今年迎来尾声 大会正式宣读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雪斗山宣言 论坛聚焦人间佛教的实践 而选在雪斗山 就是因为雪斗寺知名的 青铜制弥勒大佛 深浅的人间弥勒匾额 更是由佛光山开山主席星云大师 过往亲笔所提 也让这回论坛选址 更有一层非凡意涵 人情新闻 正经家浙江宁波采访报道